在于华人都想住的山手线 日历新速车站只领占地 一站直达东京的新中华街 直到车站只要三分钟 在家里能乎外发力做的超大厉害 哇塞 这风景也太美了吧 真的是爱了爱了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带来一套山手线大众车站的三居室公寓 8楼808 价值512个W 不用惊讶 山手线的行情价嘛 毕竟这地段等同于咱们北京的一号线啦 好啦 穿过两重自动门和公共会客区 终于到达咱们今天的目的地啦 好的 咱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房子的内部 这是一个84.66平方米的三居室 老规矩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格局 在我的右手边是洗衣空间 卫生间 这边是一个纳户 再往前走呢 是咱们的第一个房间 穿过客厅和厨房的区域 我们来到了第二个第三个房间 实际上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大房间来使用 接下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在进门处有一片很大的鞋柜 附带一面镜子 在鞋柜的对面呢 有一片储物空间 下面是洗衣空间 洗面台的部分采用提拉式下水装置 一拉一提轻松切换排水蓄水 方便又卫生 实在太适合有小洁癖的朋友了 还能切换水流形状和冷热温度 收纳也是非常的充足 浴室部分浴缸圆润可爱形状别致 热水器可以自动检测浴缸中的水位 温度下降后还能够自动加热保持恒温 一样排水装置和洗面台的设计是如出一辙 不得不说 生活的品质和这些人性化的小细节 实在是密不可分 这边是一个纳户 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一个房间来使用 上回跟大家分享过日本住房中纳户的含义 感兴趣的可以回看前面的影片哦 这边是第一个房间有六铁的大小 除了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房间使用之外呢 把玻璃环门收起来之后呢 这片空间也可以作为客厅来使用 这是第二个房间有五点四铁 两面采光 这边这个飘窗我非常的喜欢 上面放一些花花草草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到了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夕阳呢 是不是也非常的美呢 诶 这还有一个晾衣杆呢 可以拿下来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房间 有七铁 和第二个房间是用玻璃环门隔开的 这个房间呢有一扇窗户 还有一个很大的衣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哇 这里面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中间是连通的 高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从这扇窗出来呢 就是我们31平方米的露台了 露台连通我们11平方米的阳台 这边的空间也是非常的足 哇 这个视野真的是太棒了 今天是阴天 天气不太好 天气好的时候肯定能看到非常好看的风景 蒙熙蒙熙 厨房采用的是黑白的配色 一体式系统厨房 配备了洗碗机 烤箱 三口卤灶 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收纳也是非常的足 哇 我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多的收纳 这就是客厅了 有12.4铁的空间 不管是圆木的地板 玻璃的滑门 还是灯光的设计 整体的装修风格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有质感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灯 在没有安装主灯的情况下 心心点点的也非常的明亮 好了 今天的公寓就看到这儿 大家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呢 更多日本正式好房源 欢迎联系咱们平安不动产 谢谢大家